月前有消保官稽查在新北市的两家飞行伞的业者 结果发现其中一家业者呢 每飞一次要一千块钱 但是业者都完全没有帮消费者投保 消保官说因为飞行伞是属于风险性相当高的运动 因此根本没有人敢保 也就是说消费者玩的完全没保障 展开飞行伞跳下去好刺激 在空中俯瞰辽阔的美景真的是一大享受 但日前新北市的消保官 稽查在翡翠湾从事玩飞行伞的业者 其中有一间野马飞行俱乐部 体验飞行价收费一千元 但消保官却发现业者并没有帮消费者投保 如果发生意外消费者无法得到赔偿 飞行伞运动本来就是危险性比较高的运动 那业者也表示说国内是没有保险的公司愿意承拔 飞出去之后他第一时间人跟伞就这样滑下来 人就这样滑走 去年有打动作成容文到宜兰外奥玩飞行伞 但因为这个V型三连扣没有扣好 连人带伞飞到20公尺外的山坡重伤身亡 消保官也点出有一些飞行伞的配备确实有缺失 那他的伞具上面也没有使用年线或是淘汰方式的表示 业者表示都是他们依照使用的状况自主观 暑假到了民众从事户外运动可要注意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